大家好 我是庄英博 大家好 欢迎 欢迎欧阳导演 来 腾哥也跟抖音的朋友打个招呼吧 抖音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沈腾 来 千玺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一杨千玺 欢迎 欢迎 抖音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雷佳音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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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了 非常的开心 我们的主创们 四位主创 带着我们的满江红如约而至 大年初一即将和大家相约在我们的大银幕上 其实我们都知道 很多朋友从前期的抖音上看到的一些物料 已经大概齐 知道讲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了 其实在影片当中 很多朋友都看到了之后就说 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道具 就是一封密信 对 这封密信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说今天我们在现场 也特别给三位演员 准备了三封密信 这个密信呢 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在里边 然后呢 一会儿请导演 给他们先发下去 后面名字 好不好 我们先 每人一封先发下去 然后呢 我没有密信 您没有密信 对 这封密信您先发给他们 您是现实 您是送信的 对 发完之后我们先不打开 然后我讲一下规则 你 哎 你先起 好 那当然呢 三封密信当中就有导演给你们的三个秘密的任务 也就是说在接下来整个直播过程当中一个小时 你们要不被其他两位发现的情况下 完成这个秘密的任务 才算过关 你们一拆互相能看见吗 没有 我们一个一个拆 一个一个拆 一个一个拆 对对对 并且这个反送 另外两位也是不能看的 用这个信封先挡一下自己的视线 好 我们先来揭晓 腾哥您的密信是什么 来 千玺跟佳音哥要挡一下 对 不能看啊 不能看 对 好乖 可以给导演看 也可以给观众朋友看 大家看 对 弹幕不要提醒啊 跟大家提示一下 弹幕千万不要提醒 这个是今天整个直播过程当中 一个小时腾哥需要完成的任务 好 已经明确了 而且您要在隐藏自己的情况下 完成这个任务 并且不被发现 好 接下来我们来揭晓一下 千玺的任务 腾哥 来 挡好 挡好视线 您不能看了 来 我们来看看千玺的任务 让导演来看一下 好 给他来看 给大家也看一下 拿不拿 给个特写啊 好 拿你这个 好 大家都知晓了啊 好 弹幕不能提示啊 好的 来 接下来看一下佳音哥的任务 来 千玺 来 先洗 来 腾哥 你别睡着了 好 给导演看一下 这样子 握你这个 好 来 干 好的 好 好 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并且牢牢记住自己的任务 好了 好 行了 我可以行了 真的 在电影里边角色 拼谁新眼子多 没想到直播还得拼这个新眼子 OK 好 那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我们整个接下来一个小时里 三位主创要完成的任务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聊聊电影 然后呢 接下来一个小时里 看看他们三位 谁能够完成任务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 易某导演在去年 春节档的时候 就给我们带来了一部影片 就是狙击手 也是您第一次进军春节档 而且其实那个春节 对于您来说格外的忙 对 还有这个冬奥会 开闭幕式 所以说今年您带着这个满江红 又和我们大家相约在春节 这样一个喜庆的日子 为什么会在春节档 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个故事 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因为他叫满江红 他红 红火火 对中国人都喜欢红火 对还有一个我们这个戏呢 有最强的演员阵容 而且我觉得他有很多喜剧元素 让大家看了开心快乐 但同时他还有情怀 有反转 有悬疑 所以是一个复杂的类型 我自己觉得 是把很多类型揉在一起的一个尝试 我觉得因为演员们的努力 我自己觉得很好 他们完成的很好 所以我相信大家进电院 看满江红 不会失望 对 因为我们今天已经有很多上千位观众 已经成为了我们的第一批观众了 大家给予了非常高度的认可 其实刚才导演也说了 电影里有很多的元素 就像年夜饭一样 各种菜式都有 大家喜欢看什么类型的 我们都有了 接下来想跟我们的腾哥跟千玺来聊一聊 其实两位应该都是第一次上 一谋导演的戏 对 接触导演之前 跟真的接触下来 合作下来之后 觉得他跟你们之前的想象 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差吗 之前一谋导演在腾哥心中是什么样 以前嘛 以前一直是听说 听说 高大也好 这个要求严格也好 能力高超也好 这个身体素质也好 专业素质也好 那真的是 我这个印象最深的是 这个 我跟导演看景的时候 上那个楼梯 我就觉得 我心想 我说这个导演比我轻盈好多 三步比两步都上了 非常 非常激动 非常激动 这个也确实是我 这个多年的梦想 很多演员 这个从业者也都 都有同样的这种期望 我只是这 对 带他们先完成了 先完成 在角色塑造上 导演是给您的空间会 非常大 很大 有的呢 也演过几部戏了 有的人 有的导演也会给你一些创作空间 那你是觉得 那个创作空间 我需要的那边镜子没有了 它是光给您的空间 那导演是 首先这个剧本非常结实 完了之后 我们在那个基础上 有一些发挥 有一些创作 完了之后 我们还能够肆无忌惮的 就是我们知道 这个就有一只大手在这 你跑不出去的 所以你不过 无论你怎么弄 怎么整 你都不会变形 你都不会脱离人物 对 这个就是有主星骨 一直在这根线 对 风整你可以往高了飞 但是始终在我手里 这根线是掌控着 是 我们听一听千玺 就这个问题 跟导演的合作 会紧张吗 紧张 前两天尤其紧张 然后反正之前 一直就觉得 可能会很严肃 然后要求 要求一样也是很高 然后接着 直到拍之后 就发现 就是很亲切 很和蔼 然后对我们演员 都非常好 就跟想象中 可能有差别 慢慢的互相了解了 这份紧张感 陌生感就没有了 对 但是嘉音哥跟 一毛导演合作很多次了 在您这应该没有紧张 这两个字吧 紧张 也紧张 紧张 紧张 对一是那个 就是导演团队很专业 总怕丢脸 再一个就是 还有个人演的角色 这个自己还是比较忐忑 所以紧张 就是那个也播出去过 我自己在那一直默念 给自己洗脑 我说我 尽快 会紧张 会紧张 那这次合作 跟前两次合作 有什么对导演 有什么新的东西 让您挖掘到 我觉得这回导演拍得很快乐 以前导演就是 大家基本可能也是 跟题材有关系 大家好像都很专注 很专注 这回不是说不专注 但这回导演笑的更多了 真能感觉到 开心了 对开心 放松很多了 其实好像我知道 您之前在片场 跟一谋导演合作 有一个小小的一个习惯 就是跟导演撒娇 又这是吧 悬崖之上 应该就撒了 撒娇撒了不上 也不是说撒娇 就是缓解自己紧张 我为刚才 刚才顶了一首 我心里面 你就说我心里面 就行了 他不是那种 就是撒娇 是因为 他不给我自己洗脑 就是你为了摆脱自己 别紧张 你就一直想 这是我亲亲 我演错了 我亲亲不会惩罚我 不会说我 就是这种 这次轮到您撒娇了吗 有撒娇的机会吗 这回轮不到 轮不到轮不到 谁抢了这事 在这 怎么跟您撒娇 你还记得吗 我没有觉得他们 跟我撒娇 我觉得其实是 大家跟我在一起的 一种融洽的这种 关系和氛围 其实作为导演 我一直在学习 我自己想起来 我年轻时候当导演 一直很长时间当导演 总是非常严肃 非常专注 不苟言笑 我现在想起来 可能做的不合适 不一定合适 因为我觉得 我知道现在 我才体会到 演员跟导演的关系 非常的重要 演员都知道 导演是演员的 一面镜子 但是你说 什么东西是一部电影的 最直接的第一生产力 我认为是演员 因为他演人物 人物最大 在任何戏剧 影像 短视频 和所有的 哪怕网剧和电影中 只要你是故事片 对吧 你是剧 人物第一 所以他们是第一生产力 我现在才体会到 或者通过这次 跟他们这些 非常好的演员合作 我才感觉到 彼此之间的 这种轻松和快乐 能缓解很多东西 反倒让你 收益匪浅 第一次合作的 第一生产力的腾哥 对 我觉得你看啊 我就老说 这个喜剧不是写出来的 是演出来的 在很多层面上 他们这几个人 在一起传 互相互相斗 互相传 有时候看起来 是胡说八道 但里边常常有妙剧 你在旁边听着 那我们这个剧组 最要紧的 我认为最可贵的是什么 大家在一起传吧 还互相支招 他们演员之间 互相给点子 互相支招 说我们这个地方 能不能有个包袱 这个地方 你话怎么说 互相给对方支招 把这个戏演好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 很少在剧组中 能看到这个现象 而且是诚心诚意的 这如此好的 这样一个氛围 真的 我有时候 他们不知道 他们都带着耳麦 我其实是早早就搁在这 听他们在这聊 我就在那一个人就笑 哈哈笑 我又带着耳机 听不见自己声大 哈哈笑 还没开拍呢 他们在这聊 传戏的时候 我就乐不可知 一方面 我是觉得他们 非常有趣 幽默 睿智 聪明 第二个 我是对我们这种氛围 我非常兴奋 我觉得在我的导演生涯中啊 这种情境还比较少 真的比较少 我真体会到 要靠人 一个好电影 要靠演员 对 以前您发现 一个好演员 就挖到一块宝一样 这回您是 挖到了一个宝 宝藏的框 对 对 对 非常非常难得 其实 我们也是 刚才见了 跑了得有十多个厅了 然后有专业的影评人 有媒体朋友 还有普通的观众 想听一听思维 哪条反馈 是让你们印象特别深刻的 哪条反馈 就是大家的观后感的分享 有没有特别深刻 我们还没来即看反馈 就现场 现场 现场 有一个穿红衣服的女孩 然后说 前面笑得肚子疼 然后后边哭得脑炎的疼 那个印象 对 对 对 那个女孩印象很深刻 对 她就是一直哭着说 对 发言 而且她发现前面好几个 我觉得该哭的情绪 其实都过去了 她还在哭 对 那个印象很深 证明劲还是挺大的 对 一直劲挺大的 其实我觉得可能 成为我们电影的观众 今天有一千多个 当然其实可能随着电影 大年出于上映之后 我们会有收获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大家第一时间的反馈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抖音上 和我们积极互动 把您看完我们电影之后的这样一个感受 能够分享出来 主创都能看得到 当然大家也千万不要忘记 然后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了非常非常多的福利 大家可以点击我们的小黄车 然后只需要花28块9 就可以买到一张40元的电影的兑换券 然后大家想看电影的时候 只需要再支付0.01元 也就是一分钱 就可以兑换相应券面价格 及以下的满江红的电影票一张了 也就是说 其实不超过40块钱 我们就能够今天28块9就能看了 然后如果超过了40块钱 你补个差价就行了 其实算来算去 真的每张票让您省了11块1毛钱 其实我们最大的欣喜 是看到满江红 云集了很多大家非常喜欢的戏剧演员 接下来咱们就请上两位 经常在舞台上 荧幕上给我们带来欢乐的 大潘 潘彬龙 以及魏祥 翔哥 来 有请两位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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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OK 这个画面一坐这 咱就不得不开心 真的 看到他们就是游戏里的就开心 感觉这年一定过得非常非常有意思 先跟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打个招呼吧 两位 好吧 来 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 你们好 我是大潘 潘彬龙 欢迎 欢迎 潘哥 来 那个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魏祥 郭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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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欢迎 欢迎 其实那两位上来之后 我们也会有一些物料 之前在我们的抖音的视频上 在我们关斗上 大家讨论非常非常的多的 先第一个物料 就是关于我们潘哥的 像您的拍摄现场一定非常有意思 为什么有意思 因为我们有图 对 这张图 对 视频说 对 视频里面腾哥还说了 就笑成鲜鱼状了 这个 有图 有图为证 有图为证 对 就这张图 能不能这个 潘哥跟我们来说说 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情况 嗯 这个吧 当时是 一条鲜鱼笑了 像片子拍的 能把词云给我了 因为我说完之后吧 说完之后呢 然后 他要回头看那个 五大人 嗯 就是小月月 嗯 然后我也身头看 小月月就是那个表情的 那就是个大年鱼 你知道吗 嘴上一阵点抖的 我就憋不住了 我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表情 嗯 真的是憋不住了 那本来是腾哥的词 怎么就得 就云点点愣 他那天那个 那场戏大概2.6页制 全是 全是他的词 我们几乎就没有词 对 所以说确实这个 这个 确实有点 有点太多了 对 而且那个 他云给我那句话 其实我说也是对的 也是合适的 嗯 对 然后 然后我就 就 就把这话接下来了 您征求人家同意了吗 腾哥 这都是商量了 都是商量了 导演在那 不是 有2.6页的 有有有有有词 多多呀 导演啊 那天 那天为啥笑成那样 就说说说 这之后就胡说了 您这2.6页下不来 别人也过一呛啊 太恐怖了 其实可能一个人说节奏不一样 三个人 分开三个人节奏又 又是另外一个节奏 很不错 特别准 特别准的 就是那话确实应该 就是可以他们说的 嗯 所以说长在大家笑点上的男人 就是腾哥 越远越晕了点 哈哈哈哈 就真的很准确 就是他们说 嗯 OK啊 好嘞 谢谢 谢谢潘哥给我们解读了一下 这张图当时是什么样一个情况 接下来还有一张图 是关于魏祥老师 翔哥 对 这个造型 哎 哎 剧中的造型 我也没想到 哈哈哈哈 我感觉这样 你还是帅了 您也没想到 来您拿一下吧 这个您同个框 真棒 对 当时其实我记得发了 我们关斗发了好多好多的物料 您这条还真的点赞 颇高 一条鲜鱼卸领 多跟鲜鱼有关系 一条不太粘的鲜鱼 这个 这个定装之后啊 这个给您什么样的一个心理的一个 不是 我第一次见导演就想打扮帅点 接下来 导演来晚了 我已经化成这妆了 当时头发太凉快 导演这个还这么买态 还这么买态 这还几句吧 当时头顶凉快吗 那是热 这是块皮 哦 贴上吧 我得想 第一次去是特别热的天拍 第一次去 第二次去就赶上 我热了 还好 还好 是不是这个造型一上身之后 就让您马上能够找到那个 外族或者是那样的人 一种状态 我还没找到 腾哥说像四川版的杰克吗 我就说 一个敢说 一个敢信 四川版的杰克 加了别的 所以说腾哥第一次看到 老友 老兄弟 这个造型呈现在您面前的时候 当时是什么样的一状态 好像应该也是 我非常开心 我就是 我为什么这个大家都说这个导演这个看人准啊 我从来我和未想我俩这么多年了 我想象不到他会这种外族的这个造型完了那么那么成功 就是这是给我一个最大的惊喜 就是确实那个扮性好 那几句外语你想想 外语你还记得吗 外语还记得吗 能信上来一点 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要求 是啥呢 你看前面和腾哥拍家乡 那学的俄罗斯语 腾哥教我 后来拍插手呢 意大利也请了翻译 这次呢 先让我学蒙语 这次是倒 估计以后就得倒口吧 倒这种各种口 结果到了以后说不让说蒙语 说必须说金语 但是金语现在无从考证 但是那味呢 肯定听上去像蒙语 我背那几句话白背了 你不能说成哪样 反正说你还得说的是这味 但你还不能说是蒙语 蒙语 某个人听的不能是 我给我难为坏了 我就记着有一个词挺有意思的 拍完说 我跟那个贤喜弟弟有一词 给他骂鞭子之后 我说让他滚啊 滚这个得用金文说 那就我就难为在那 我不知道滚咋说 我就呜死 然后我说完以后 我说导演你知道我说了啥吗 我说我说的是滚毒 不吐的 你想到您的这个金语 是从东北化衍生而来的 加了一点弹舌 结果一变化 DNA都差不多 它本来就是东北绵羊的吗 不是 我看模仿东北人活着四海 你知道东北绵羊吗 东绵 对 其实潘哥跟那个响哥 两位也都是跟一谋导演第一次合作 对 对吧 您就这么大胆 就能自己就创作 就天马行空的就创作起来了 没有没有 这是那个导演的要求 导演的要求 是我一个 发挥的非常好 发挥的 因为我说您得让我听起来像 但是又不是 全世界都不能知道你说什么 这回已经 没人听我 东北人知道了 对 东北人知道了 对 东北人知道 格外的亲切了 所以说 两位最后能不能再来分享一下 这次第一次跟一谋导演的合作 的感受 我就是 我就是这个 那个拍完两天戏里 我就想哪赖着不走 但是不好意思 下次导演拍的时候 我去探班 没呆够 自费 没呆够 因为这组确实也太开心 原来我就是自己的经历 就是跟我麻花出来 那帮兄弟在一块 才有这么愉快 真没想到 这组这么开心 太慌了 太舍不得了 好 来 潘叔 我是就是那个好意思的 对 然后因为我要分两次去 然后第一次 我是提前14天去的 然后 等我那点戏拍完之后 我说反正我后边也没事 那个 组里边要是 我在这住的话 也不怕我是吧 也不怕我 那个浪费钱 我就在这一直点耗着 对 每天就去现场 对 跟导演身后学 偷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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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我就学艺术不算偷 对 就算 我相信导演在你们身上 感受到那个欢乐的创作氛围 也是非常非常难 而且导演对我们特别好 就是我那天冒着胆子 然后问了导演一个问题 导演撞过来 跟我们说了20分钟 真的 真的是 不行 我都忘了 对 就是导演这么平易近人的跟大家合作 真的是非常难得 谢谢 我觉得更多的欢乐的部分 我觉得两位在整部影片当中将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惊喜 我们就因为我们今天嘉宾很多 主持人很多 咱们就有请下一组 好的 好不好 来 掌声欢送一下 欢送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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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潘水 一会儿咱跑听见 跑听见 好 接下来的这两位呢 跟一谋导演也是颇有渊源 之前也有过非常多次的合作 来 让我们欢迎于艾雷老师 还有欧豪 欢迎欢迎两位 对 要拿什么 前面给招待一下 招点吃的 腾哥 你觉得 别了 玩着往我帽子里 你也不是兜帽 我也看了 没有兜帽 我从不吃了 OK 来 于老师先和我们抖音 此时此刻正在收看直播的朋友打个招呼吧 好不好 来 抖音的网友们大家好 我是颜 于艾雷 欢迎 欢迎 来 第二次合作的欧豪 抖音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欧豪 欢迎 其实雷哥这次应该是第三次跟一谋导演合作了 对 也能不能跟大家先来介绍一下这次的角色的塑造跟之前有什么不一样的 不一样 不一样就是这一次算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好人 是挺不容易的 我以为导演找我还是坏人呢 对我们看到了其实这个是之前的一个照片我相信也能勾起您很多的这样的回忆 一秒钟没有那么坏 一秒钟还是算革命群众吧 革命群众 就是这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是吧 一个坏人 但是有共同之处就是都被打得挺难看的 我也不知道我还问过导演我说是不是我的形象特别适合挨揍 看起来特别叫什么现在啥词叫冤种是吧 冤种 特别冤种 OK啊 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看完我们满江红之后也会对您这个角色 由自己的一些身心中的一些力量迸发出来 这确实非常非常能够引起大家喜欢的一个角色 大家看电影吧 我觉得 真的是 对 更多的惊喜在电影当中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关于欧豪的 对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应该是 我好好帮我们回忆一下 这个是 对 其实我跟导演第一次合作是在父辈 然后是那个徐生导演部分拍的 然后跟导演是有一个同场戏 对 两位当时的身份都是演员 对 我觉得很难得 还有机会能跟导演拍同一场戏 给大家看一下 对 而且这还有一个导演的经典的才词 你能现场复刻一下吗 当时的导演 我可拍过电影 别蒙我 特别像 导演说那个影的时候 特别有他自己的那个味道 一般人你看我们说话也在耳化音 就我们说电影 导演说那个电影 特别不一样 有那么多的耳化音吗 特别不一样 您说那个影的时候 所以说其实上一次的时候 应该是那个徐生导演的那一趴 把一谋导演请过去了 其实我们知道 腾哥在那也当导演了 拍了一个环节 接下来有没有计划 您也导一个让一谋导演 来 我这人 就是 比较随性 我不会给自己设定这些目标任务 什么的 我觉得 真的有好的剧本 适合我 也比较 我希望表达的东西 碰见了 那我就试一试 我也不强求自己 然后 有适合一谋导演的角色 您可以导一导导演 刚才其实 侯豪在说的时候 我就想说 其实这个跟那个导演 同台竞技 比演 比做他的演员 那个机会少多了 对 一块儿就 同框演 确实不一样 当然了 那个太难得了 对 所以说 欧豪 这次演跟之前的紧张感 还一样吗 之前是同框 现在是导演 坐在健身系后边看你 会更紧张 就是怕 就是处理不好 然后第一天导演就跟我说 说 放松一点 没事 就是 因为我的角色 就是相对于其他老师们 我的角色稍微的会 简单一些 也就是对于 呃 这个 可以说吗 这个 你想说啥吧 就是在在现在这个 他们两个人 决定 他 你俩先说话 关系啊 对对对 我们俩因为我 我主要是跟 也没有就是 反正就是听他的 嗯 听他的 是对 听他的 哎 杀伐果断 对 这样的一个角色 这里面基本上全部都应该得听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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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得听他的哈 OK 呃 其实里边也有很多动作戏 我们也非常期待会来 特别帅的这样一个欧豪 给我们带来精彩的动作戏 也是和 前席完成的这个相当相当的棒 OK 呃 我们现在看一下直播的过程当中 已经 精神 人次 对不对 人 已经一千万人在观看我们的 哇 一千零五十万人次观看我们的直播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对 感谢 感谢大家的支持哈 真的热度非常非常的火爆 当然呢 最重要的是 大家也一定要抓紧时间 可以小黄车下面的票 抓紧时间 可以买起来 对不对 这个机会非常的难得哈 OK 在这边呢 也是非常感谢 感谢 啊 小黄车的十万张票 已经卖完了 哇 助理赶紧补票 是这么说吗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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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能还能加吗 还能还可以再加吗 小红车 小蓝车 对 再加十 再加十万 再加十万 谢谢 谢谢 那我们不是亏了吗 是这么说吗 哪个很亏呀 看哪个很亏呀 看哪个很亏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腾哥有什么话 想感谢一下大家吗 这十万张 已经没了 当然要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对整个设置组的信任 过年 大家按说更多时间 应该再陪家人 尤其从外地赶回老家的 完了 还希望拿出时间去电影院看场电影 这个在赌 但我相信大家 这值得赌这一把 好嘞 好 谢谢 刚才我们的腾哥也是感谢了 我们已经选了十万张的票的观众 接下来呢 我们工作人员说 又加了十万张 千玺 我们又加了十万张 你有什么话想对大家说 接下来还有十万张 赶紧冲冲粉吧 就是 谢谢大家 嘉英哥呢 有什么话想跟大家说的 又十万张 谢谢大家 其实刚才千玺 有很多话要说 他一直提防我做任务 你知道吗 他老叫你做任务呢 没有 我真的没有 哦 原来是这意思 你拍摄都忘了是吧 不是 这样 你试试 一二 哎 哎 你肯定是来说 比如是这种 你知道吗 太假了 比如是这种 是他给我挖了根吗 没有 没有 可能暴露了 然后就卖的好 再来十万张是吧 对 又加十万张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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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各位 我觉得他在做任务 那我现在给他揪出来了 比如说我揪对了 您觉得这个任务 您觉得这个任务是 我觉得他就是 找个人跟他石头剪的布 好 那这样 是不是 咱们最后揭晓 好的 你看 嘉英哥一 否认 不是 你也许是一个怪异的铺垫 我太单纯了吧 他利用我 OK 那这一拍也挺欢乐的 非常感谢我们的雷哥 还有欧豪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谢谢 稍时休息一下好不好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OK 好 那接下来呢 是两位新的面孔 是我们也有非常出色表演的 两位新人 让我们欢迎新人演员 王嘉宜 以及张驰 来到我们直播间 和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打个招呼吧 好不好 来 嘉宜先开始吧 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我是新人演员王嘉宜 欢迎 来 张驰 抖音直播间的大家晚上好 我是演员张驰 其实呢 我们都知道 张驰是第一季的 喜剧大赛 对 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的冠军 我们首先先借着你这个冠军体制 也希望我们这个春节档 能拿下票房冠军 好吧 但是在舞台上 你曾经演过张一某导演 不不是 我演的那个角色 演的那个角色是个抖演 然后我就抖个小机灵 起个名叫张一某 张一某 抖个小机灵 但是真的见到一某导演的时候 对 是不是其实在那舞台上的时候 是谁一某了 是谁一某了 当时就一某了 因为当时觉得怎么着 觉得 就是豁出去了 感觉自己反正也 不会可能有机会 能跟张哪合作 那就无所谓 这叫张一某怎么着了 把自己后路都断了 当时在舞台上 给自己断后路 因为觉得 这种事情只能是在做梦 或者是大家就是 过年即将画的时候 比如说祝你恭喜发财 像大家可能对我的期望就是 哎呀 早点能跟张一某导演合作上 都是这种极强化 没觉得能成真 但是没想到这个 所以说看来还是要做梦 做梦 就成真的感觉太好了 其实作为一个新人演员 真合作的过程当中 有发现 一某导演什么样的一些 东西是让你格外的吸引你的 我就是 不知所有的东西都很吸引 但是最 让我就是 能学习到的地方 就是张导对于这个 工作的这个态度 非常的认真 而且就觉得张导 就已经是天花板级别的人物了 但是他在面对电影的时候 面对工作的时候 他依然能保持一种 谦虚的态度 而且像面对我们新人 也会特别耐心的 不厌的其烦 那给我们讲 我们提出的问题呢 也会非常耐心的跟我们解答 刚开始觉得 就是跟张导说话 这都不敢 但是张导身上有一种 强大折的那种温柔的那种气场 会让你去 敢去跟张导去提出问题 是这样 对 并且也是非常耐心的 就跟你去聊起来了 这真的超级耐心 这个对于一个新人演员来说 是非常难得的宝藏的收获 太难得了 对 其实这一次我们也知道 嘉宜第一部电影 大电影的作品 就是拍张导谋导演的戏 这其中的压力 我相信作为一个小女生 来讲的话 应该也是不想 对 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之前也为这个角色 做了哪些功课 对 是的 刚开始接到导演的 这个戏的时候 特别紧张 甚至就是整晚整晚 睡不着觉 就感觉自己 就在做梦一样 就有点不太真实的感觉 但是到后来 然后就是 就是感觉自己 是要在角色上 下点功夫了 如果再感觉自己 是做梦的都要开机了 然后之后就 做了两个月左右的训练 然后其中有 声乐啦 舞蹈啦 表演 还有各种礼仪之类的 都是为了 给邀请这个角色 打好基础 其实刚才你也说了 刚接到这个邀请 知道要拍到 一谋导演的戏的时候 自己很忐忑 会失眠 会睡不着觉 但是你 当你知道你的对手戏 最多的演员 是腾哥的时候 你是不是也是睡不着觉 也睡不着 看到基本可激动了 真的是 就是能跟 沈腾老师 还有各位演员前辈 这么优秀的演员前辈们 合作 真的是我非常大的一次 非常珍贵的一次 学习机会吧 然后我当时也会 就是特别的抓住 这种学习的机会 去学习 对 其实也想问问腾哥 怎么评价一下 还有嘉义的表现 因为和您搭戏的机会 震惊 震惊 两个字震惊 震惊 震惊在哪呢 咱展开能不能说一说 不是 他是一个学生啊 你像我 当时我呢 这个 我 我是一个学生的时候 如果我见到 这么大的导演 这么一帮老演员 那种 那种紧张 你是 自己控制不了的 我觉得他内心很强大 他内心很强大 第一场戏 还拍了 还拍了几遍呢 还是 完了之后 他也 他也在试 而且每天 那几个青年演员 每天在 在训练 表演 台词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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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能 什么的 每天 每天啊 再训练 完了之后 即便这样 完了也在现场 各个方向 就碰 怎么样 更合适 按导演要求 当然得高了 完了之后 我觉得 内心很强大 我觉得如果那样 对我的话 我当时我是有这个 换位思考的 我觉得我当时应该崩塌了 就 对 因为你本来就是一个学生 你就不是一个成熟的演员 完了之后 对了 心脏很强大 心脏很强大 我觉得真的挺了不起的 挺了不起的 而且跟大家说一下 其实这一次像 千玺这个角色的 后面也有两个 像张迟 对吧 黄炎 他们也是新人 然后像佳音哥后面 也有两个新人 对 这个我觉得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搭配 我觉得压力最大的还是他 对 对 压力最大的 不管怎么着 张迟还是这个面对观众 而且人家拿了冠军的 他有这个 其实他 他无论面对谁 其实他是有一点底气在 而他不是 他真的是 就是学生 你知道吗 经验太少了 谢谢 听了这么多长辈 前辈给的鼓励 谢谢 来掌声送给家宜 谢谢 表现得非常的棒 谢谢 也期待一下两位 在我们电影满江红当中 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 那歌咋唱来的 咱俩的歌 这能偷吗 对啊 这没事吧 但我趁着忘了 我一句都想不下来了 还有这 怎么弄呢 嘉宜 对 对 我一句都想不下来了 和日归家喜可保 真的吗 认字生调心自相伤 柳光荣一把人炮 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真的 这首歌一想起来 就浑穿到电影剧情当中了 完全感觉到时候 大家自己体会吧 谢谢 谢谢嘉一 谢谢张主 谢谢 欢迎送我一下 OK 那当然在这边呢 要再次提醒一下 我们此时此刻正在收看直播间的各位小伙伴 大家千万不要忘记点击 我们直播画面下方的小黄车 来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 28块9毛钱的 电影满江红的这样一个带金券 然后最重要的是呢 每个账号只能是4张 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 如果你想拖家带口一起去看的话 就发动身边更多的朋友 此时此刻来到直播间抓紧时间奖票 直播一结束就没了 好 希望大家抓紧时间 好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聊了很多 咱们接下来做个游戏吧 好不好 这个游戏也是能够让大家更好的来了解 我们电影满江红当中将会有哪些元素带给大家 咱们就玩一个电影满江红版的逛三园 逛三园 对 逛三园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导演也给您讲一下 就是我们一会儿会拍手 满江红里有什么 满江红里有什么 一次一次来说 几个字都无所谓 对 但是节奏必须得在节奏里 满江红里有什么 完了导演直接就说什么就行了 对吧 可以吗 所有人那就那就我因为我主要是想给大家一个思考的事件 满江红里有什么 满江红里有什么 如果您觉得可以升级 咱们就直接说 在节奏里直接说 应该就这样是吧 因为都是每个人都是满江红里有什么 行 没问题 那我们腾哥把这个 就是不要再负 负数 对 不能重复 对对对对 第二次有一直有一直有 对对对 而且有个规则 不能说角色名 不能说演员名 对 对这个就把人如果说角色名呢 那都太太好说了 好吗 OK 来咱们有惩罚的 也有奖励的 好不好 我看看谁能够坚持到最后 来准备好 满江红逛三圆 来 来我们一起拍手 满江红里有什么 满江红里有摄影 有摄影机 有刀 有瓦片 张员 继续 有服装 有道具 有美术 有化妆 有录音 有录音带 有统筹 有 场记 咱能说点跟电影情景有吗 谢谢 让你说一会儿 学一片 这还得过脑子 完了还得想 哪个能说 哪个不能说 四位给我们说了一个字幕 你说的最主 你说 是说电影里的 对 电影里的 你给我们说了个片尾字幕 还行 来 出新来 出新来 对 我们理解都是一样的 就以为拍摄过程中 出现过啥 对 还是说成片里面 成片里面 成片里面 那些东西也都有 成片里面 还跑过去一个道具 还行 来 再来一遍 节奏必须对 如果有卡壳的 咱们都算淘汰 满江红里有什么 满江红里有险头 不能说 不能说演员的名字 也不能说角色的名字 哈哈哈哈 一半煮的吃一半 吃一半 那能说啥呢 你会说 你看我这台本里 我觉得这种游戏 我都想出网片 哎呦 嗯 对 你跟导演换个位置 啊 为什么呢 导演 能有一个思考时间 不行 哦 用好后也不行 那咱们就 那好好好 从这边轮着完了吗 导演还不要 导演说了 用好后不胜什么了 你说过的位置 导演还将不胜 导演说 导演说 导演说最后胜不下了 能在揭坑呢 这说的是道具啊 对 哦 具体的道具 对对对对对对对 具体道具我知道了 好好 咱们就咱们就一轮了啊 看谁坚持到最后 来 满江红里有什么 满江红里有扇子 满江红里有刀 满江红里有火 满江红里有剑 满江红里有枪 满江红里有灰尘 满江红里有灰尘 能过吗 其他三位 灰尘能过吗 不算吗 算吗 空尘 灰尘 灰尘还不算 当然算了 那我还有空气呢 不 空气的淡数 那个灰尘 灰尘是造出来的 羊柴的土 羊柴的土 气氛 好 那从 那从千玺开始 来 满江红里有什么 满江红里有盔甲 有 我怎么说呢 哎呀 你怎么说的 你吃诸子吧 你 我直接说词啊 说了是绝的 我都想好了其实 想好吃橘子了 淘汰了 佳音哥 淘汰 突然这么突然 咱们就一轮油 咱们就一轮油 一轮油 对 突然嗓发 对 对您的惩罚就是 花式 花式 夸其他的三位主创 花式什么意思 对 花样 变着花的夸他们 对 先夸一下 您想先夸谁 我 我除了导演 谁也不想夸 这么大仇 这个谈不上仇 就是比较现实 对 现实 互相伤害害羞 这夸 那您就夸夸导演 导 导 导演 还用夸吗 不是 导演还用夸吗 这是夸吧 这是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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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这个无语言了 对 都在 都不用夸了 太多太多的优点 这是最大的花式 最大的花式 OK 好 来 那咱们就继续 继续后面的一个环节 其实呢 在我们的关斗上 我们有很多的一些 花絮的露出 然后呢 有很多的一些 关于角色的一些 东西啊 来我们来看一下 各个话题 让我们的主创也来猜一下 然后后面我们遮挡的 究竟是什么 就是满江红 沈腾汉 易烊千玺 什么 要我说吗 没有 你们四位都能说 我们都知道啊 我们肯定知道 我们要说吗 就揭晓一下就行了 对 揭晓一下 对 我们要说吗 要说要说 我们现在说吗 是吗 是啊 对 是什么 喊什么 喊三九 三九 来我们来看一下 三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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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八三九 不好意思 三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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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其实我们也有视频为正 来我们来看一下 也让我们的抖音的网友来看一下 其实说心里话 他俩是这样的关系 但是是沈腾提议的 谈剧本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想法非常好 他提议的说 应该倒一下 大的喊小的三九 我觉得这个好 因为这个就有喜剧色彩 也有一种荒诞感 所以是他提议的 我觉得非常好 我们就这样沿用了 我觉得一开始喊起来 大家还有一点不习惯 后来越叫越顺 越叫越顺 挺有意思的 那千玺知道自己要演 腾哥的三九的时候 心里有什么变化吗 我一开始也觉得挺 挺好玩 挺巧妙的 因为这个其实 好像 在中国比较 比较 就是这个情况挺多的 挺多的 人小辈儿大 对 而且 古代其实 应该也挺那什么的 挺巧妙的 行 来 我们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个 嘉音哥 嘉音哥演秦桧前 给自己洗脑 来 看看是不是洗脑 真是洗脑 洗脚 洗脚还行 洗脑也好干净 洗脑 来 我们有视频 来 我们看一下 真棒 真的这五十遍的洗脑 真的不白洗 特别好 所以说您 拍秦桧这个角色 会担心被观众 会骂您 会不喜欢吗 我觉得 就是 说演这个角色 那个一瞬间的时候 接这角色的时候 会有这个 就想了 就骂不骂 但其实过了一会儿 立刻就 演员那本能就知道 应该去 去努力 去 塑造这个角色 其实也是 两方面的 对 因为必须有人 演您 这样一个角色 才能够突显 对 之前演过叛徒 也被骂过 但是当时 我的感受 还是挺舒服 所以这回觉得 就应该没问题 那腾哥 知道是嘉英哥 演 情会 我一开始 我是接受不了 接受不了 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 您会形容 当时的心情 是雷嘉英演情会 我不是形容他 我是怀疑了导演 接受不了导演 做这个选择 选择我 我都接受了 我都接受不了 秦桧 雷嘉英演 我当时我在想 我说这揭开脸 那一刹那 观众不得 扑撕一下 乐出来 但是我看完片子了 我觉得这个秦桧 演的教科书级别 不敢不敢不敢 真的好 真的好 今天首映里的观众 也是也有这么说过 真的好 真的 我有这个感受 真是这样 他给我们所有人惊喜 惊喜 谢谢 谢谢 其实千玺跟嘉英哥 有大量的对手戏 然后你觉得 他这次秦桧的塑造 给你对之前 嘉英哥的了解 有什么不一样 这次秦桧的 本身这个角色 在戏里 其实也有相当的难度 这个就是不剧透 就是在剧情里面 他其实也是有难度的 光是这一点 我就已经非常佩服嘉英哥 之前你在其他的一部 作品当中 你是嘉英哥的领导 对 这次当千玺的领导 感觉如何嘉英哥 是不是比较过瘾 有爽感 又爽感 终于能 那么小心啊 终于互相折磨 终于能指挥他一回了 是吧 OK 来 我们还 接下来 我们接下来这个话题 是关于这个导演的 随身携带 有没有仔细观察 导演 随身携带什么 撒字 折字 我提示一下 导演说了三个字 那个闪着这个宽度 对讲机 台词本 小台灯 小台灯 像吗 那能知道 统一一个 出不了这仨 出不了这仨 来 我们来看一下 小台灯 小台灯 对 我们其实有个图 好像这个应该是导演 结束了一天的拍摄 然后您蹲在剧本前 继续的再 再看一下明天的一些 工作计划 对 这个台灯 您是一直保持着 这样的一个习惯 对 差不多是一直会有 因为你主要是 所有的导演 都是在监视器看见 监视器它有时候 不能太亮 所以你就得有个小台灯 你看剧本的时候 都是这个小台灯 所以我不知道 三位主唱在 片场有看到过导演 这个 看不到你这不成诸假了 天天都看到 就是这个台灯 就是这一盏台灯 就是这个台灯 所以说其实一天的拍摄 还是挺辛苦的 但是导演依然在 要捋当天的拍摄 包括明天的一些计划 尤其是 这个悬疑的东西 这个 就怕观众挑出漏洞来 所以你天天都得研究 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包括我们眼着眼着 可能有的时候就跑了 因为你可能讨论太长时间了 你把最重要的信息 反而最容易忽略 你拍着拍着 就被有的时候 被现场的那种假象 假嗨给带走了 是有可能的 觉得这个可能更有趣 觉得这个可能 对人物好像更有帮助 但其实有的时候 恰恰是对这个扣给松了 这也有可能的 所以说这个天天 我们拍完了 反而就得随时 这个跟导演 得捉 每天都要复盘 复很多次盘 而且我们当时 跟演员也说的 演员传的所有的东西 必须让观众二刷 都合情合理 对 得经得起看 经得起推敲就对了 其实这张照片 也能看得出来 一谋导演 虽然是拍摄很辛苦 但是经历 创作经历 依然非常非常的充沛 其实这个也是很多 我们年轻人应该向 一谋导演学习 好 来 接下来 我们就来要揭晓一下 我们开始的密信的环节了 也是三位应该最为关心 也是应该 收看直播的朋友 来 揭晓之前 二十万已经卖完了 好 二十 谢谢 谢谢大家 二十万的票 我们又没有了 谢谢 这观众太实在 不怕我们几个卷钱跑了 哪敢行 电影还没放 都认识您 都认识您 我们再加再加点 因为距离我们 直播也快结束了 我们能不能再加五万 可以再加五万吗 再加十万 谢谢 谢谢片方 谢谢 谢谢片方 谢谢 十万 距离我们直播 还有一点点的时间 大家抓紧时间 抓紧时间 我们还有最后的十万张票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的支持 因为非常非常的合适 好 抓紧时间来揭晓一下 开始的时候 开局的时候 三位密信的秘密任务 对 究竟有没有完成 他来肯定完成了 我都忘了 说说我都忘了 有没有完成 所以说 我 没的肯定完成 我感觉 腾哥 我感觉 但是得看识破没识破 对对对 我感觉 至少俩人都完了 至少两个人都完成了 所以说咱们 有一个我没看出来 所以不知道 好 咱们 在你心里 雷子就那么傻是吧 咱们 咱们逐个完成 如果被识破的话 就算挑战失败了 所以说 请 从那边开始吧 佳音哥 觉得两位的任务是什么 觉得两位的任务 对 你得猜 他们两个人的任务 腾哥有可能是 不要有可能 就必须一个答案 因为要决定 最后输赢了 您觉得他的任务是什么 他的任务是 喂别人吃水果 喂别人吃水果 好 没猜中 最长的路 就是腾哥的套路 对的 那您觉得 八百个心眼 对 天徙的秘密任务是什么 一直吃 一直吃 嘴不停 是他的秘密任务 对 好的 来接下来千玺 来猜一下两位哥哥的秘密任务 雷哥应该就跟人石头剪刀布 然后腾哥就 不会那么傻 那么 直白吧 腾哥的秘密任务 腾哥应该要为人喝水 为人 给人分水果 也是 吃的 好 来接下来腾哥 我说实话 我竟想着怎么完成我自己的 没有发现他们是吧 而且他们都是极 极聪明的人 我觉得他们完成的时候不会给我漏漏漏漏漏漏气 我觉得那个一定不是就石头剪刀布一定是他的障眼法一定不是 那他的任务是什么 那我不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唯一可以排除的 因为排除石头键刀布 是吧 好 那就只能算您没猜对了 因为您完成任务 他们也没 你发现了吗 我没发现 我谁懂我都没发现 好 接下来答案 来 把自己的密信打开 密信打开 为什么从我开始 全部一起打 一起打 三二二一 打开面前观众 其实观众知道 只是我们三 我们三 对导演也知道 你这好简单 你这啥 我这是菜拳的 菜拳 我就是这么幼稚 是不是有点被我修了 洗眼多了不好啊 腾哥 你是啥 清唱一句 我就说唱歌似的 我就说那是不是执行任务呢 但是我没赢 你没赢 那要千玺猜中了 千玺完成任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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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个人身后的比例 我给的时候 奥塞照 举了一下 他看什么 我就没看见他完成任务 他俩我全 但是如果这样的话 应该是算千玺胜出 对吧 因为他既完成了任务 出了佳音哥的 腾哥的媒体 对 那你 你就最接近 你已经接近了 对 成绩是最好的 成绩是最好的 你可以了 好 来 谢谢 谢谢你们非常出色的完成任务 我还讲了你吗 不讲了你吧 好的 来最后一个环节 我们要给大家送祝福了 这个也是送给接下来 继续在我们的关斗上 参与我们更多互动的朋友的 一些新春的祝福 有请佳音哥 还有千玺 还有腾哥 把你们送给网友的 一句新春祝福 写在这张纸上 然后签个名 然后后续我们会有一些活动 在线上送给大家 好吧 好 那其实呢 我也想跟导演来聊一聊 其实前段时间 我们也是满江红 印有满江红偏名的 这样的一个火箭 发射到太空了 对 满江红 这个红上天嘛 其实呢 跟大家来说一个好消息 明天呢 我们也有满江红的航班 也开启了 哇 对 就是我们的满江红 红到家 其实春节嘛 就是回家 对吧 对 春运已经开始了 所以说 导演能不能借助我们今天的镜头 给此时此刻 或者即将踏上 回家过年 路上的这些观众朋友们 说一些话 要回去过年的观众朋友 不容易 我们都知道 有条条归乡之路 回家永远是牵动 所有人的心的 中国人的这个过年 其实常常不是过年 是我们中国人的人情 是我们中国人的感情 在特别之处在于 你不要看几亿人都在回家的路上 这也是全世界最大规模的一个行为艺术 但是这种每年一次的行为艺术 就回家 其实是最中国的 最有中国人感情 最有中国人文化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很希望 我们所有的网友 回家好好过年 平平安安 健康快乐 顺便看一下曼江红 好 谢谢 谢谢导演 接下来呢 我们也来看一下 三位送给大家的这样的一份祝福 腾哥 开心快乐每一天 不止这个新春快乐 每天都要快乐 好 谢谢 谢谢腾哥 来 天喜 2023红运当头 谢谢 谢谢天喜 来 嘉英哥 健康 平安 好的 谢谢 谢谢三位的祝福 一会的话 我们下直播 两位再补个签名 OK 那我们的整个的直播 那一个小时 已经 马上就要结束了 结束了 我相信 满江红这部电影 一个小时去 跟大家做介绍 应该是远远不够的 我觉得更多的惊喜 会留在我们整部影片的 157分钟当中 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 我们就期待 我们的电影满江红 能够票房打卖 好吗 谢谢 谢谢 谢谢给我们的四位 带个早年 谢谢各位 那我们就大年初一 电影院不见不散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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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那四位稍事休息一下 好吧 我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我们接下来 我们这个大家抢的票 我们该怎么用 用KT版吧 好嘞